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子里每个人都在睡觉 那位老奶奶身上有一个小孩 做梦的小孩在打汗的老奶奶身上 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 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 房子里每个人都在睡觉 那个小孩身上有一只狗 喝喝欲睡的狗 在做梦的小孩身上 小孩在打汗的老奶奶身上 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 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 房子里每个人都在睡觉 那只狗身上有一只猫 打盹的猫 在呼呼欲睡的狗身上 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 小孩在打汗的老奶奶身上 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 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 房子里每个人都在睡觉 那只猫身上有一只老鼠 呼呼大睡的老鼠 在打盹的猫身上 猫在温暖欲睡的狗身上 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 小孩在打汗的老奶奶身上 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 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 房子里每个人都在睡觉 那只老鼠身上 有一只跳蜡 可那妈不睡觉的跳蜡 在呼呼大睡的老鼠身上 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 猫在呼呼欲睡的狗身上 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 小孩在打憨的老奶奶身上 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 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 房子里的每个人都在睡觉 我睡觉的跳蚤咬了老鼠一口 老鼠吓了猫一跳 猫抓了狗一把 狗踢了小孩一脚 小孩撞了老奶奶一下 大家都飞起来了 老奶奶把床压垮了 现在打瞌睡的房子里 没有人在睡觉 大家都起床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希望每天都会有一个美梦 伴随着你进入梦乡 让你永远都做一个快乐的人 每天我会给你们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更多有趣故事 可以订阅我哦 我会给你吃过 来 我会给你吃过 你吃过